顶头中是1943年 真实地记录了希特勒派遣特种部队 营救意大利法西斯党奎莫索里尼 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特种行动 1943年 莫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政府被推翻后 莫索里尼被秘密关押到大萨索山的定王台酒店 希特勒得知盟友被关押消息后 立即遣斯科尔兹内为首的精锐突击队 展开特种行动营救莫索里尼 现在的镜头中是斯科尔兹内率领108人组成的突击队 乘坐10架DFS230华降机空降大萨索山展开营救 代号像术行动 由于关押点地势陡峭 不满石头 围绕山顶的强峰使滑翔机不稳 着陆之时多名士兵受伤 随即在斯科尔兹内领队下向酒店前进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旗内 后知后觉的意大利县兵队手足无措 很多士兵临阵脱逃 且斯科尔兹内带来了意大利将军索莱蒂 山上驻守的200多名意大利警察没有开枪抵抗 反而是在镜头前 与营救莫索里尼的德军共同欢呼 一次12分钟的营救 瞬间变成了一场欢送会 由于小飞机只能乘载两人 斯科尔兹内带着莫索里尼先行离开大萨索山 值得注意的是身高超两米的斯科正是挤了进去 营救隔日 莫索里尼便乘机前往拉斯登堡面接希特勒 下飞机之后 莫索里尼立即向希特勒握手致谢 而后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翼 斯科尔兹内跟在他身后 一同乘坐奔驰车前往大本营 到达之后 也是受到了所有纳粹的欢迎 尽管莫索里尼老是拖德国的后腿 并给希特勒于无形中增添了很多的麻烦 德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也来到现场 而后希特勒为其举办了一个欢迎酒会 达成了扶持莫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成立 回来政府交易 其政权在后续也成为了为德国服务的工具 当日下午莫索里尼便乘车准备前往机场 回到意大利重掌政权 希特勒也是罕见送其到达机场 表示德国将是他永远的后队 但1945年后 莫索里尼被执行枪决 令日希特勒自杀身亡